來看的就是參數颱風 在這兩天是最靠近臺灣的 持續北上的過程當中來看 估計明天上午才會加快腳步 而風雨方面 中央山脈兩側是大不相同的 今天白天東半部持續下雨 而西半部晚上也會開始降雨 到明天清晨雨就會越過山脈 各地都有機會出現大雨 而現在全臺都在路上警報的範圍內 宜蘭的南方 情人玩今天一點都不浪漫 因為下半天開始 雨勢是越來越強 而且呢來看到在海面上 也相當的不平靜 這個是掀起了驚濤海浪 而且這個浪高最高 是目測有兩米左右 海浪拍打著椒岩 激起浪花 参数席台 宜花東地區11號開始 不僅風很強 大雨也是斷斷續續 尤其颱風在週末這兩天 影響台灣最為劇烈 今天到明天 颱風沿著東方海面北上 不管是颱風受到高壓的邊緣 或是受到地形 是否會影響到颱風路徑的調整 因為這個颱風 它的風雨結石 集中在風圈附近 今年最強系統風王測速 以每小時13公里的速度前進 預估12號上午才會加快腳步 改以每小時20公里持續北上 氣象局更是擴大路上警報範圍 包含台北基隆都列入警戒區 全台19縣市都在範圍內 雖然已經僅弱為中度颱風 可是我們一直提醒它 經過我們的過程中 還是比較強的中度颱風 從前是路徑來看得更清楚 11號早上9點 暴風圈已經出路 11號晚上到12號上午 這段時間影響最劇烈 颱風路徑一路沿著東部海岸線 切過去再逐步北上 一花冬都是狂風奏雨 到了禮拜一 雖然參數颱風逐漸遠離 但也讓西南風稍微增強 中南部地區會有短暫雨 今天晚上8點到明天早上8點 可以看到除了這些地方下雨以外 在山區及西部有些地方 也漸漸開始下雨 除了一花冬 嚴防大雨 從9月11號晚上到9月12號早上 不止東部 連中南部山區 西部平地都會出現較強雨勢 到周日下午2點 累計雨量預估最多是在宜蘭 平地有200到340毫米 山區是300到490 另外花冬平地150到300毫米 山區落在200到340 而新北市的部分平地山區 都各有100到190毫米 民眾提高警覺才能減少災害風險 解台北總部黨 成立吧 三國市佛 市交警 南部市交警 已經有了 三國市交警 農村 福 polls 市交警